第1431章 强烈的抗争性 看来你们凤族的抗争欲望很强烈嘛 那我也就没必要再对你们留守了 感受来自真正凤凰一族火焰力量的威力吧 徐扬显然不打算继续在这些家伙们的身上浪费时间了 他很清楚凤族一脉的火焰 最大的特点便是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很难将他们这一脉的力量彻底消灭 因为凤凰原本就拥有涅槃之力 因此想要彻彻底底地镇压凤族 就只能用比他们更为强大的火焰力量来进行针对 妄图采用其他元素的力量压制凤族根本是不现实的 而凤凰一族也根本没想到 他们这一次遇到的徐扬 乃是来自大世界真正凤凰之神传承的拥有者 又怎么可能是他们这种凤族血统的复制品能够相比的呢 果不其然 就在徐扬背后 那完整的凤凰之神图腾降临 所有的凤族战士们 完全在接下来的一瞬间彻底傻眼了 他们本能地开始仰视徐扬 背后那远远要比凤凰一族的凤王尊首领完美的巨大凤凰之神轮廓 甚至都有一种想要顶礼膜拜的冲动了 若非这凤凰之神图腾紧爱着徐扬的背后 而他们又早已将徐扬认定为不死不休的敌人 恐怕现在凤凰一族所有的族人战士们早已经全部跪倒在地上 对着这高高在上的凤凰之神顶礼膜拜了 而徐扬也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在凝聚出自己凤凰之神完整图腾之后 便将这股强大无比的图腾之力打向远处山峰之巅的凤凰巢穴 在那里周围簇拥着数以百计的凤凰一族最强战士们 同样也是恭维凤王尊 一并来到这片战场区域的凤族当中最优质的一批族人 可不管他们实力强大到怎样的程度 面对徐扬打出的凤凰之城图腾的一刹那间 这些凤凰一族强大的战士们 仿佛被彻彻底底地压制了血统方面的优势 更像是见到了老祖宗一般 一个个全都放低了姿态 眼神当中很快便凝聚出了战战兢兢的表情 而这样一副态度则是凤凰一族战士们 对抗其他任何一个兽族群体都不曾出现过的一幕 即便是徐扬身边这几个队友 在看到如此精致完美的凤凰之神图腾降临之后 都在由衷的感慨 徐扬身上这诸多传承 随便一种都是拥有毁天灭地的威能的存在 我的天实在是太难想象 老大他的身上到底拥有多少种惊天动地的极致传承 这凤凰狂之神的力量 他若不施展出来的话 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在老大的身上的剑了 却总能够在最恰当的时候 释放出最强横的传承之力 来帮助我们解决眼前的麻烦 老大真不愧是老大 要是我一辈子都能够抱着他的大腿 即便永远都得不到实力上的更强 进步也算值得了 能让青龙和玄武分身等人同时拥有这样的念头 即便是云龙天帝都没有做到的事情 如今全都被徐扬给做到了 就是因为他的实力实在强大 到了盈州大陆这个世界 没有人能够揣夺的地步 果不其然 凤凰之神图腾的降临 俨然是给眼前的凤族战士们 带来了难以想象的血脉压制效果 凤族从来不畏惧任何一个兽族群体的力量 但是这一次碰到了徐扬掌控之下 自己老祖宗的凤凰之力 他们是真的有些束手无策 而更让他们感到绝望的 还是那种源自灵魂深处的血脉压制的感觉 毕竟一个人再怎么强大 你要他去对抗自家的亲祖宗 总归是在各方面都会受到极大程度的限制 别说是他们没有这样的能力来压制凤凰之神 即便真的能够打出那样强度的手段 再当着凤凰之神图腾的面 他们也绝不敢造次 而徐扬刚刚好 就是完美利用了凤凰一族战士们 在这方面无法弥补的心理劣势 带给了这一种族无比强大的压制效果 仅一个照面 凤凰之神图腾表面 堕落下来的数不清的凤凰真火 几乎是将这两界峰周围区域完全炼化 成了虚无 大片大片的凤凰天火 凭空砸在两界峰顶端 算是彻彻底底地 搅乱了凤凰一族战士们原本的秩序和战斗状态 情况上演到这样的地步 即便是凤凰一族的绝对领袖 凤凰尊一时间 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眼前的困境 你既然身上拥有无凤凰一族原祖的最强血脉和领域力 为何还要对我们凤族下手 你可千万别告诉我 这就是你用来报答凤凰之神赋予你传承的方式 徐扬脸上的笑意更浓郁了几分 的确 当初我在获得这份传承的时候 答应过凤凰之神要守护凤凰一族的血脉 但你们这些家伙如今助纣为虐 我自然也有义务帮你们从歧途当中拉拢回来 我并不打算伤害你们的性命 但是你们若执意想要追随兽黄一族的统治 来继续和我们为敌的话 我不介意让你们凤凰一族改朝换代一次 徐扬当真是放了一波狠话 他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 如果凤凰一族这些战士们 还是这般冥顽不灵不开窍的话 那他将毫不犹豫地斩杀凤凰尊 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凤凰一族的战士们 重新找到全新的前进方向 眼看着徐扬打出的凤凰之神图腾 全都以天降神火的形式 覆盖在了两界峰的极端 凤凰尊终于再把持不住 他知道如果自己再不出手的话 那么属于他的荣耀和在族内当中的统治地位 将会被眼前这个 能够驾驭凤凰之神图腾之力的人族修士 彻底取代 到了那个时候 即便他再想怎样站出来 把控局面 他的影响力也定然会大打折扣了 好了 让你放肆了这么久 你恐怕真的打算无视了我这个凤凰尊的存在呢 不管你是什么人 你为何拥有凤凰之神一脉的传承之力 敢来到两界峰窝的地盘上撒野 你的结局就已经注定 凤凰尊也不是吃素的 凭他在整个石王尊守护者当中妥妥前三名的地位 以及他独有的凤凰一脉涅槃之力 使他成为了任何一个极北蛮荒族群 都不敢轻易招惹的顶尖强者 第1432章 涅槃之力 这个地方生活得久了 凤凰尊享受惯了 来自其他兽族战士们的鼎礼膜拜 又让他如何能够承受眼下来自徐扬的肆意凌辱 以及对他颜面上的打击 凤凰尊已经在心中暗暗做好了准备 今日无论如何 也要和徐扬拼出一个你高低来 然而徐扬仅仅只是 以一抹不屑的冷笑 作为对这凤凰尊唯一的回应方式 屁话不要那么多 拿出你的真本身来 向我证明 你作为凤凰尊 有实力捍卫自己一族的荣耀 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那么很遗憾 我将有浓厚的兴趣取代 你来成为凤凰一族新的首领 这是徐扬唯一对凤凰尊说出的一段话 话音落地的一刹那 徐扬背后凤与乾坤宫的光芒 再次闪了出来 凝聚在他 弓箭表面上的凤凰真火 释放出了无比浓郁的璀璨光芒 这一只洞穿虚空的剑士 锁定在眼前这家伙的身上的一刹那 凤凰尊第一次从外族人的身上 感受到了无比浓郁的杀鸡 落在了自己的本体 该死 这家伙果真精通凤凤凰一族的传承精髓 他身上能够调动出来的火焰之力 在强度方面已经凌驾在我之上 现在我唯一能够凭借的手段 恐怕也就只剩下我凤凰一族的涅槃之力了 要知道凤凰一族的涅槃重生之法 不单单只是将死之躯重新复活那么简单 每一次施展涅槃之力 都可以让凤凰一族拥有的个人实力大幅度提升 顶多也就能够涅槃几次而已 并不能无限制的涅槃复活 直到凤凰真元完全耗尽 那么这一只凤凰 也就意味着失去了涅槃的机会 因此不到万不得已 或者是遇到自己当前没有办法战胜的对手的时候 凤凰绝不会轻易选择这个方法 更重要的是涅槃的天赋虽然无比强大 但是想要成功的话 过程也是相当的复杂 并且风险极高 而眼下面对徐扬射出的这一件 根本没有任何招架之力的凤凰尊 果断决定开始凝聚自己的疯狂本源 接下来就见 他的本体外围迅速凝聚出一道金红色的光芒 这光芒更像是一个椭圆形的弹形轮廓 将他的身体从内置外笼罩了起来 如同将自己的凤凰本体 回缩到一个巨大的凤凰碗之中 而这金红色的守护之光 完美地屏蔽了徐扬射出的这一支箭矢 当然 虽然防御力达到了极致程度 可是其所要付出的代价 也是显而易见的 随着他提前开启涅槃模式 对应损失的一部分凤凰本源 彻彻底底地从他的身体当中完全消失 从而涅槃的过程 在接下来的一刻正式开启 徐扬因为这凤凰尊体内 还拥有一部分兽皇一族的传承之力 因此 并没有主动出手打断 对方涅槃的过程 他还是希望能够通过公平对决 彻彻底底地 从灵魂深处征服这个凤凰尊 让他和之前的牛王尊那几个人一样 星月成福的交出 属于自己体内的那一部分 兽皇一族传承本源 这才是最完美的结局 如果对他用强 甚至是强行阻止他的涅槃过程 很有可能伤到他体内 兽皇一族的传承本源不说 这样做 即便是徐扬 自己心里面也觉得过意不去 额老大他怎么停手了 明知道对方已经进入到了涅槃的状态 现在下手的话 岂不是能够事半功倍 以老大的实力直接出手 将之秒杀也是轻而易举呀 青龙赶忙给玄武分身丢了个白眼 你这个家伙境界实在是太低了 千万不要说你 也是老大的追随者 趁人之危的事情 是咱们老大这种级别的强者 能够做得出来的吗 你以为天下人都像你那样 不择手段 玄武分身黑黑一笑 居然大言不惭地 接下了青龙给自己的这四个字的形容词 俺玄武当之不愧 从来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 在这个弱弱强识的银舟大陆当中 强者自然为尊 你有能力战胜对方 那么对方的生命 自然也就沦为了你手中的战利品 想怎么处置都可以了 其实玄武分身说出这样一番话 你并不能说他有什么错 乱世当中 每个人都有截然不同的生存准则 有的人就可以不择手段地 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 来提升自己的实力 而有些人则是会选择 为了捍卫自己的道义和尊严 付出自己的生命 即便是徐扬也从来觉得 云旺基所建立起来的 这个银舟大陆独立空间 的确是真实到了极点 因为整个银舟大陆 不光法则已经完备的 如同一个独立的小世界 一般无二 更重要的是 这里郁郁出来的生命体 都拥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轨迹 多元化永远是一个独立大陆 走向更高级发展层次的基础条件 显然从这方面来考量 银舟大陆已经算得上 是一个成熟的世界空间 凤王尊的涅槃 对于整个极北战场来说 都是一件百年难得一件的盛况 因此 随着这金红色的光芒 以一道云霞的形势 冲上天空之后 周围各种各样的兽族 特别是会飞行的鸟类族群 全都以各种各样的出现在这边周围 整个中原战场区域 一下子 便成为整个极北 蛮荒最热闹的焦点地区 我的天 看样子 应该是徐扬阁下的团队 已经接触到凤王尊领先的凤王一族了 并且还逼着 这凤王尊涅槃 就算是直接将之斩杀 也绝不是一件难事 荒原领域当中 牛王尊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其实以他如今的实力 突破之后的牛王尊 已经丝毫不需凤王尊 但他最难得的是 心境上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全都是徐扬 给予他的那一番执意 帮了他的大忙 现在的牛王尊 已经不再追逐极致的力量 战斗更是无法让牛王尊 提起什么兴趣了 他所追求的 乃是将整个狂牛一族 带领到更高层次 文明程度的领导力的提升 并且在牛王尊的心中 徐扬早已经成为了 他全新的信仰 凤王尊真的陷入了涅槃之境 看来我们等待了 这么多年的反扑 机会终于到来了 第1433章 猎鹰一族来袭 猎鹰一族全体精灵 给我不惜一切代价 进攻两界封凤凤凰一族的领地 斩杀凤凰一族 吞噬他们的血脉力量 成为白鸟之王的机会 就在眼前 果然有来看热闹的 自然就有那些心怀不轨 想要趁人之危的 数不清的猎鹰一族战士们 成千上万的族群 开始疯狂朝着两界封 凤凰一族的聚集地发起 冲击 凤凰一族的实力 自然不是这猎鹰一族能够相比的 可是这一族群 隐忍了这么多年 养精蓄锐 韬光养晦 整体作战能力 早已今非昔比 更重要的是 这一下子来了 数以万计的猎鹰一族战士 进攻这百余名 已经身心俱疲的凤凰一族 可以说是十拿九稳 拥有相当的把握 然而 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个原本 对凤凰一族出手的 强大人族徐扬 竟然突然间将自己的锋芒 转向了这些打算 趁人之危的 入侵者们的身上 呵呵 什么时候 我徐扬认定的对手 也是你们这群上 不得台面的萧小之辈 赶上来插足的了 真的是给你们一点颜色 就开始星光灿烂呀 徐扬用一种 近乎调侃的方式 嘲讽了一波 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 猎鹰一族战士们 而后只见他缓缓转过身来 脚踏虚空 眉目如星辰 一般闪耀 接下来 他右手当中 再次转起了悲鸣战斧神器 朝着眼前这树不清的猎鹰 一族横向一挥 这一刹那间 大地的悲鸣 战斧神器 扩散向周围的这一道 锋芒璀璨到了极致 更像是一道疯狂 收割生命的死神 根本没去在意 到底是谁用怎样的力量的降临 带给凤凰一族 目前的被动局面 而当这一切 随着徐扬这一道 战斧神器扩散出的光芒出现时 猎鹰一族的首领 以及这一族的战士们 完全傻眼 他们也根本没有机会 做出更多其他的选择 和后悔的决定 命运 已经对他们下达了审判的光芒 仅是这一道攻击 所有的猎鹰战士们 数以千计的天空中的强者 全都化作了虚无 被这极致的力量属性光环 抹杀 整个过程 不过就是在一刹那之间 悄然划过 原本还兴致冲冲的猎鹰一族 被徐扬一击之下 就抹杀了超过一半的数量 再也提不起任何的兴趣 想要敢对凤凰一族落井下石了 不自量力的鼠辈 趁人之危的事情 你们也做得出来 真的自找晦气 凤凰一族 即便是要遭逢大的劫难 也只能是我徐扬一人为 他们降临这样的劫难 你们其他的兽族 没有这个资格 更没有这个实力 徐扬这声音 分明是说给其他这些个兽族强者们听的 而他的这样一番威慑 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原本还对凤凰一族虎视眈眈 想要趁机奋一杯羹的那些家伙们 全都彻底安分了下来 我靠 这猎鹰一族 真的是倒霉啊 居然遇到了这么可怕的人族强者 招惹到这种级别的家伙 只能听天由命了 旁边还有几个种族的首领 暗自松了一口气 幸亏我刚当的脚步没有那么快 如果也和猎鹰一族 那个棱头青一样冲上去 估计现在粉身碎骨的 应该就是我们了 果然随着徐扬这一波强势驻守 彻底镇压了中原战场区域 所有的兽族 蠢蠢欲动的内心 再也没有任何一个种族 敢在这个结果眼上冒头出来 找徐扬的晦气了 而随着时间的缓缓流逝 提前进入涅槃姿态的凤王尊 也已经集聚了足够强大的力量 开始进行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二次重生 周围 无穷无尽的凤王火焰力量 化作最原始的生命力本源 朝着他的体内注入了进去 而在这期间 徐扬非但没有丝毫制止他的意思 反而还以凤王之神的身份 打出了一道本源 为这个凤王尊助了一臂之力 果不其然 随着徐扬的这一股力量的注入 凤王尊涅槃的过程 几乎缩短了一半的复杂工序 全都因为徐扬这一股力量 实在太过强大了 一下就补足了凤王尊完成涅槃 所需要能量总和的一半以上 加上徐扬的这一股力量 美源乃是属于凤王之神 最纯粹的血脉传承 浓度 自然也要比这家伙 所吞噬得来的周围 那些火属性力量强大得多 得到徐扬这一份恩赐 执意 凤王尊的心态 也不知不觉间发生了变化 骨子里已经不单只是 将徐扬当成撼动自己地位的敌人 更多是一种 来自凤王之神元祖的使者一样的形象 甚至已经将徐扬的身份和地位 摆在了自己的上面 重新睁开火红色的双眼时 凤王尊已经完成了第二次涅槃的全过程 一声锐利的凤鸣突然传出 这家伙摊开自己的双翼 飞向半空中 以一朝凤武九天的完美形象 彰显在所有人的面前 天哪 你们看着凤王尊的实力 经过一次涅槃的提升之后 应该也和那牛王尊一样 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次突破 实力更加突飞猛进了 青龙发出这样的感慨 身边白虎少年 却是忍不住做出了思考的样子 徐扬老大 他还真的会自找麻烦啊 为啥还要出手 帮助着凤王尊提升自己的实力呢 难不成也和之前一样 想要从精神层面 一并获得凤王尊的认可 我总觉得 凤王一族想要让他们低头的话 真的是太难了 更重要的是 涅槃带给对方的实力提升 恐怕会引起 这凤王尊更强大的抗争欲望 实际上白虎少年判断的不无道理 可是他却忽略了最为重要的一点 现在的徐扬 早已经不是单纯的凤王一族的敌人 而是以凤王之神传承拥有者的身份 在和整个凤王一族 以及涅槃之后的凤王尊对峙 这样特殊的身份 本身就能够无限地拉近徐扬 和凤王一族之间陌生的距离 而作为目前凤王一族的首领 凤王尊又怎么可能会考虑不到 这至关重要的一点呢 如何才能够 让今天双方之间这场对抗 安然收场 才是他最渴望得到的答案 感谢阁下刚刚出手 助我一臂之力 才使得涅槃全过程完美结束 现在的我 实力比之前更有精进 而这里面自然也有阁下的三分功劳 我自当欠下一个人情 徐扬脸上的笑容立刻绽放开来 第1434章 凤王尊反击 你这个人情我现在就要取回 不知道你是如何想法 凤王尊有些惊愣地看向徐扬 他真的没想到 对方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这么说阁下 似乎对我凤王尊的身份和地位不感兴趣 那么你来到这里 真正的目的 莫非是想要得到我体内的 兽王一族传承本源 看来兽王一族使者传达的消息 竟然是真的 我实在有些不理解 你们一个外来人族团队 为何会对兽王一族的传承之力 如此感兴趣呢 要知道 如果我选择答应你的要求 意味着整个 凤王一族都要站在和兽王一族 对立面的角度 这样的决定 已经不是我自己就能够做决断的了 这件事 关乎整个凤王一族的未来 我根本没有办法凭借我一人之口 将整个凤王一族的未来命运 当成一个赌注 徐扬依旧选择顾忌重施的方法 将小花体内 早已经封存多时的 三道兽王一族传承之力本源 彰显给眼前的凤王尊看了个仔细 凤王尊也没想到 徐扬的团队实力这么强大 竟然已经得到了守护者当中 足足四道兽王之力传承本源 如你所见 我们来这里真正的目的 就是要推翻兽王一族的统治地位 让整个吉北蛮荒无数个兽族 获得公平的成长机会 再也不是你们现在这副样子 以十王尊守护者的身份 沦为兽王一族的傀儡 你们吉北蛮荒各方兽族 得到的所有修炼资源 有相当一部分 都要因为这样身份的负累 平白无故地赠送给 兽王一族来作为对他们的供奉 这本身就是最不公平的一种规则 我们的到来 将会打破这样的规则 让吉北蛮荒区 成为真正公平的禁竹圣地 在这样的 新秩序的维护之下 吉北蛮荒 要不了多少年 就可以呈现出 所有兽王种族百家崛起的盛事 要知道 徐扬说出这番话 可绝不是在漫无目的地 给眼前的 凤王尊画饼 他也的确一路上 都是要在按照这样的目标 履行自己的做法 凤王尊惊叹了一声 露出无奈的表情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么接下来 就让你我 双方再次进行一场对决吧 这一战 不论哪一方输赢 都不会伤害失败一方的生命力本源 咱们点到为止 若我最终失败 意味着我凤王一族 和兽王一族 之间相互守护的契约就此结束 我也会按照游戏规则 将体内的兽王一族传承之力交出来 如果是我取得了胜利 那么很遗憾 还请阁下带领你的团队 离开中原战场 这样的游戏 徐扬已经不是第一次展开 而凤王一族的首领 凤王尊得出这样的态度 也让徐扬很是满意 这原本就是他心中最期待出现的结果 接下来 凤王尊毫无保留地施展自己的最强一击 经历了涅槃重生之后的实力加强 现在的凤王尊 已经能够凭借一己之力 完美镇压整个中原战场区域 所有的兽族首领 当然这里面不包括那个神秘莫测的龙王尊 至于其他兽族战士们 在此刻凤王尊章显出来的威严之下 绝对没有扛得住十个回合的任何可能 这释放出来的火焰 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力量提升 全都是因为得到了徐扬打出的那一份 最为纯粹的凤王之神本源 才带给他这样蜕变式的血脉形成效果 徐扬阁下看到这一招 你有没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呢 这正是你赠予我的那份传承当中 带给我的觉醒之力 目前我能够打出的最强大的凤王之火 便是接下来的这一招 奥义凤王穿云剑 倘若这一击 我无法攻破阁下的防御 就算我输了 徐扬很满意对方这样的决定 轻轻点了点头 脸上的微笑始终没有消散 只不过这一次 徐扬并没有召唤出 九彩乾坤中中魂 因为这穿云剑一击 在徐扬的眼中 看来 远远比不上牛王尊爆发时候的威力 也不足以 让他动用任何防御性的神器 因此 徐扬双手合十 召唤出自己的阴阳道功法 以阴阳两极循环 无尽共计共生的天道法 则来庇护自己的肉身 璀璨的阴阳图 第一次出现在徐扬身边 几个团队成员们的视野当中 即便是小花在之前 和徐扬漫长的 共同作战的生涯当中 也仅仅只见到过一次 而这阴阳道的法则体系 则是徐扬最初离开 齐州的时候 就已经开辟出来的原始法则 也算是徐扬亲自开创出来的 一种极为奇特的道 它最强大 而神秘莫测的地方在于 即便是徐扬每一次 打出这阴阳道演化出来的 道之痕迹 都截然不同 因此 就算是旁人手把手 被徐扬叫导这阴阳道的施展法门 也绝对不可能有所大成 换句话说 这阴阳道恐怕 放眼整个世界 也只有徐扬一个人 能够演化到 如此炉火纯青的程度 阴阳之力相辅相成 循环无尽扩散出来的守护之光 俨然是将这一道 凤凰传奇牢牢地挡在了外边 不管对方凤王尊 如何加持后续的火焰之力 进行攻击力方面的提升 都无济于事 呵呵呵 老大居然再次爆出了新的手段 这两种颜色的 圆形光环怎么看起来 比之前他打出的任何一种手段 还要可怕 这莫非是老大的看家本领吗 小花轻轻摇了摇头 果断打消了玄武分身这样的猜测 你们 徐扬老大的手段 还多着呢 不过这阴阳道 买是为数不多 你们老大自行开创出来的 天道法则之力 也是 他在银州大陆的世界体系当中 第一次演化出来 虽然比我上一次见到他 施展着阴阳道时 发挥出来的威力要小很多 但我能够感受得出 如今他对阴阳道的掌控欲开辟 已经达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程度 即便是我也远远达不到这样的精神境界 小花说这番话 真的不是在谦虚 她是真的很清楚 自己和徐扬之间 还存在着怎样的差距 起码在创造力方面 小花自认为这辈子 也不可能达到徐扬这样的高度了 果然太极图腾的双向力量的磨合 真至完美 根本没有给眼前的凤凰穿云剑 留下任何的机会 很快凤凰尊打出的这一招 至强之力 已然被徐扬阴道的力量消磨殆尽 而她也最终认下了这样的对抗结局 罢了 我输了我和你之间的实力差距 有如云泥之扁 我输得心服口服 既然如此 我自然也会遵守自己的承默 这便交出原本就该属于你的兽皇之力 传承本源 凤王尊话音一落 突然张开自己的嘴巴 从中喷吐出一道无比纯粹的红色晶体 这道晶体 便是她体内的兽皇之力 传承本源的完整形态 小花 毫不犹豫地 收下 这十王尊守护者当中的 第五道兽王之力传承本源 现在的小花肉身散放出来的光芒 比之前更要高贵了几分 第1435章 十足之手 其实凤王尊所带领的凤王一族 向徐阳团队臣服妥协 是一种必然 当徐阳释放出凤王之神图腾的那一刻起 其他这些观望种族们 心中都已经有了这样的猜测 虽然他们也不清楚 徐阳到底是从何得来 这样不可思议的传承境语 但事实摆在眼前 凤王之神图腾 无论是从力量 还是从信仰的角度 都稳稳压制了整个凤王一族的每一名成员 凤王尊自己更加不例外 而他的这一次涅槃蜕变 也是因为得到了 徐阳体内凤王之神的一股传承本源 才得以如此完美 本质上 他就已经欠了徐阳一个天大的人情 更重要的是 徐阳自始至终 都在扮演着凤王之神传承者的身份 来与凤王一族打交道 这本身就让凤王尊一脉 在徐阳的面前矮了一头 因此 在这种种外部原因的干扰之下 凤王一族的臣服 已经是一种必然 得到了 这第五道强大的 寿王之力传承本源之后 小花的肉身 似乎在五种寿王之力 传承的干扰之下 人也发生了一些 潜移默化的改变 只是这些改变 并没有被周围人察觉到 唯独那红衣蒙面 女刺客 似乎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 提前捕捉到了 小花身上的这种变化 但她也并没有开口 依旧是和往常一样 一脸淡漠地站在团队之中 不发一言 而随着凤王尊 贡献出了自己体内的寿王之力 传承本源 她也在这一刻 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信仰 再也不是这几北蛮荒兽王一族 信仰的追随者 而是成为 眼前以凤王之神代言人出现的 徐阳的追随者 在她的带领之下 整个凤王一族所有族人们 全都对着徐阳匍匐在地 发出一声又一声锐利的凤王鸣叫 如同白鸟嘲讽一般的盛况 再一次出现 只不过这一次 应该算得上是百凤朝阳了 徐阳轻轻挥了挥手 阻止了眼前凤王一族战士们的 这样的膜拜式举动 脸色又恢复了之前平静的样子 我还是刚刚那样的态度 既然你们已经选择臣服于我 以我的意志作为信仰 那么从现在开始 我要你们凤王一族和曾经 那样回到自己原本的领地 踏踏实实地修炼 从今往后 你们不需要为任何 几北蛮荒领域当中的更强者 贡献属于自己的资源 只管修炼你们自身 让整个种族的战斗力 走向更加强大的地步 这便是你们唯一的任务 听到徐阳这样的叮嘱 眼前凤王一族 以凤王尊为首的 所有凤族顶级战士们 全都对徐阳报以崇高的致敬 赫然是将他的形象 深深烙印在了自己的内心深处 如同敬仰凤王之神一样 对待徐阳 族人们何尝不清楚 徐阳这样的做法 但实际上 这样的规则性质的改变 却是为几北蛮荒 这些兽族强者们 自己谋了一场天大的福利 省下那些需要供奉 给兽王一族的力量本源 可以大幅度地提升 各大兽族自身的实力 帮助他们建立 起更快的文明发展的进程 这样的待遇 绝对算得上是整个 几北蛮荒大地 具有化时代意义的天之骄子 才能够降临下来的恩泽 不管怎么说 希望阁下团队 能够在接下来的征途当中 获得更大的成功 我凤凰一族就此离开 哦 对了 徐阳阁下 接下来 你们将要挑战的是龙族 这一种族毫无疑问 整体战斗力十分强大 不说 他们也拥有着 十王尊守护者之手的地位 乃是 十王尊十大种族当中 最强大的一族 即便是我们凤凰一族 名义上和龙族 拥有旗鼓相当的地位 可实际上 我们的整体战斗力 与龙族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换句话 你们团队若是真的想集齐所有十王尊传承之力本源的话 那么龙族这一战将会是你们最大的挑战 对于凤凰一族这样的提醒 虽说没有过于明显的实际作用 但起码也彰显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态度 绝非名义上臣服于徐阳那么简单 已然是在立场之上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徐阳微笑点了点头 放心 兽王一族迟早都要站在我们的队里面 而在这之前 所有十王尊守护族都将是我们征战的目标 听你这番话 按照我的推测 龙族应该无论如何也不会向我们妥协的了 他们身为十王尊守护 种族当中的首屈一指的存在 必定会誓死捍卫兽皇一族的荣耀 那我们也没有什么留守的必要了 只管降临雷霆之力 好好给他们上上一课 徐阳这般说着 凤王尊便带领凤凰一族腾空而起 上百只凤凰腾身于空中 遮天蔽日 这场面实在是惊艳了整个极北蛮荒的天空 而伴随着凤凰一族的离去 也就是目前龙族团队积聚的地方 则成了徐阳团队接下来征战的目的地 接下来这一战既然是面向龙族 那咱们有必要将白龙那个家伙召唤出来 进行一番心理浮倒了 玄武分身突然这样开口 想到了白龙这一茬 徐阳脸上也似乎扬起了一丝玩味的笑容 并没有阻止他这样的想法 脑海中一念闪过 白龙的轮廓再一次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我说你们龙族后裔这些小家伙们 实在是不安分 居然在这极北蛮荒大地上 给圣皇一族当起了狗腿子 你这个龙族的 前辈难道不应该出面 给这些晚辈后生们上一堂心理辅导课吗 徐阳虽然是在以调侃的语调 同白龙进行着交流 不过在他的内心深处 的确是有这样的想法 要煽动白龙做一些事情的想法 毕竟龙族对徐阳团队积愿很深 他们又是十王尊守护者当中 排名第一的种族 自然是对兽皇一族进全马之劳 要是白龙真的能在其中发挥一些作用 那么徐阳团队 必定会在接下来一战中 事半功倍 大幅度地提升效率 然而白龙却是一脸狡猾地摇了摇头 老大凭你的实力 还需要老龙 我出面吗 虽然我是那些龙族的前辈 第1436章 打头阵 可是我毕竟 也是龙族血脉的拥有者 以老大你做其的身份 出现在那些后生晚辈的面前 岂不是让我白龙很丢脸 老龙 我的意思是 那边那个青龙 小子体内 同样拥有青龙一族的血统传承 虽然不是那么纯粹 但他的功法力量 也完全可以彰显出青龙的姿态 倒不如让他出面 给那些不开眼的龙族 晚辈们洗一洗脑 应该也会起到一些作用的 白龙说完陶冶似的 突然化作一道白色光芒 消失在原地 这或属实 是将皮球一脚 踢在了青龙的面前 摆了青龙一道 所有人都将目光 同时集中在了青龙的身上 青龙本人则是一脸猛逼 但是真的没想到 这白龙居然还有如此狡猾的时候 嘿我说这个家伙 还真是够欠打的呀 老大你们看着我干什么 我只是拥有龙族的传承之力 并非是真正的龙族血脉 你们这样子 真的是让我很惆怅呀 玄武分身看了徐扬一眼 然后笑眯眯的来到了青龙的旁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 属实是让徐扬想说 但说不出口的话 通过自己的嘴 传递给了青龙兄弟 这一路上走来 老大对咱们怎样 你应该心里有数 今天这一战 你必须要打这个头阵 贡献出你自己的一份力量 你放心 即便你去做这个说客 更何况以你的实力 在那龙族老巢当中 七进七出 也应该是如探囊取物一般 容易 青龙一脸嫌弃地 扫了身边玄武分身一眼 赶忙离他十米开外的距离 一脸警惕地扫视着对方 不要试图让我来充当说客 这件事 我必须要慎重考虑 我怀疑 你们几个 在配合老大一起搞事情 那龙族 可是石王尊守护种族当中 最强大的一脉 叫我自己单枪匹马 进去当说客 岂不是九死一生的局面 没错 你小子这话说的很有道理 既然是这样的话 就让玄武跟你一起去 他精通鬼谷奇门阵法 必要的时候 开启法阵的力量 你二人全身而退 自当 没有任何问题 听到徐扬这么一说 玄武分身当场实话 露出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而身边的青龙 则一下子星里面 就平衡了 果断面带微笑地 答应了徐扬的要求 绝不会让你失望的 走起 说着青龙抓起身边的玄武分身 哥俩同一时间消失在了原地 朝着两接风另一侧急驰而去 二人离去之后 小花忍不住开口询问徐扬 叫他们两个前去 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龙族的立场 几乎是不可撼动的 这一战根本在所难免 为何我们不直接前往两接风基地 与那龙族淋漓一战 面对小花提出的疑问 徐扬脸上的笑容 更加浓郁了几分 看来你并没有和我有同样的发现 仔细看一看 这两接风俯瞰的视角 这里的地埋相当的特殊 你难道就没有做出这样的思考 为何兽皇一族会临时下令 将三大中原区域内的 石王尊守护种族 调集到这片战场 来与我们抗衡呢 如果我的判断没错的话 这个问题的答案 应该就潜藏在我们 所在这一片山区的脚下 徐扬这么一说 小花立刻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你的意思是 属于龙族龙王尊体内的这一部分 对应的兽皇之力传承本源 并没有藏在他的体内 而是封印在了这两接风的深渊当中 徐扬凝重地点了点头 不错 那龙族竟然可以一定程度地 使用兽皇一族的传承之力 并且在龙群聚集到一起之后 能够爆发出更为恐怖的团队力量 这一切都证明龙族的力量 引导来源 应该是某个极为特殊 而强大的远古神秘法阵 而龙王尊对应的那一枚兽皇本源 就是整个远古法阵 所有能量集结的核心 所以 只要我们找到对应法阵 从中取出龙王尊的传承之力本源 非但能够提前完成任务 彻底拔掉龙王尊 有恃无恐的最强资本 那么这一战 我们将会省下很大的力气 而失去了这法阵能量核心的依托 整个龙族的群体战斗能力 也将会被大打折扣 听到徐扬这样的判断和计划之后 小花忍不住对着他 竖起了大拇指 还是你这个家伙 欣细如发 这么微妙的细节 都能够被你捕捉 看来我也明白你 真正的目的了 派他们两个前去 就是为了转移注意力 让龙族放松警惕 这样 我们也就有了更大的把握 能够直接进入到两战风的入口 给龙族来一场釜底抽薪 计划已经生成 那就再没有什么犹豫的必要 那么 问题来了 如何确定这两战风下 那强大的力量法阵 具体在什么位置 而他的入口 又在什么地方 白虎少年小花 以及那从来不肯开口 讲一句话的蒙面女 使者 全都将目光落在了徐扬的身上 等待着他解决这个问题 而徐扬自然也不负众望 开启了鬼谷奇门阵法 最惊要的部分 刹那间 配合自己的太极之道 演化出了双重阴影 叠加在一起的奇门图腾 而当这图腾完全生成之后 周围所有空间当中的元素气息 按照各自的属性 进行自动自觉的分类 全都被眼前的图腾之力 吸引上来的力量 本源显化了出来 前自卫 才是能够代表龙象的属性 只需要找到前自卫 最为明亮的方向 就能判断出最接近 阵法入口的位置 徐扬话音落地 眼前的这双重合一的阵法图腾 还在疯狂地运转 直到前自卫 对准西北方向的一刹那 太极图腾的光芒 闪耀到了极致 徐扬终于按照自己的 鬼谷奇门之术定位 找出了两阶风方向 具体的入口所在 在找到了具体入口之后 众人不再有丝毫的迟疑 立刻开始行动 很快便 找到了两阶风下 入口所在的力量封印的面前 强大的龙之气息 扑面而来 不等徐扬几人的肉身 触碰到眼前的龙系封印 这一道若隐若现的封印光芒 周围全都是十分浓郁的 龙之肃杀气息 好在徐扬曾经不止一次 得到了过龙族传承的庇护 对这样的气息并不陌生 看来只能再次召唤 我们的小伙伴帮忙一下了 第1437章 亲自承载 徐扬说着 老海当中释放出一道灵魂波动 再次召唤出了白龙 这小伙 在看到面前 这龙气十足的力量封印之后 毫不犹豫地张开自己的龙之口 一股极强的吞噬力 将眼前的龙气封印 全都吞进了自己的肚子当中 而通过这样一个举动 白龙似乎也对龙王尊 大概拥有的实力状态 有了初步的评判 怎么样 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徐扬似笑非笑地 看着身边的白龙 然而他的表情 却十分地复杂 实力远远超过我 虽然他不像我拥有 真正的上股巨龙纯粹的血统 但这家伙能够爆发出来的实力 却是我现在远远无法达到的 这期间 或许真的和兽王一族的 传承力量有关 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 我有一种预感 如果你们 无法在双方开战之前 拿到这法阵当中 充当力量核心的兽王之力 传承本源 那么接下来的这一战 你们将会打得十分困难 白龙很少露出如此严峻的表情 这一点 徐扬是知道的 可从他此刻的神情就能看得出 这家伙并非是在开玩笑 也从侧面印证 这龙王尊率领着的龙族 果然也对得起 十王尊领袖 种族当中最强存在的名号 不管他是龙还是虫 敢阻挡我们的脚步 他们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在化解眼前这道龙气封印之后 徐扬带领团队众人 进入到这山林深处 开始捕捉那一股力量 本源的气息所在 只是让众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两接风最深处的位置 竟然像是一个迷宫一般 内部区域拥有着 数以百计的岔路口 根本让人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 锁定具体的力量 本源深在何处 我靠 到底是什么人这么变态 居然设计出了 如此恐怖的山中地脉 难不成这就是兽皇一族 特意为我们设置的障碍吗 徐扬摇了摇头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这两接风在很多年前 应该也有属于自己的 高度发展的文明传承 只不过后来 因为兽族的崛起 渐渐淹没了曾经的文明遗迹 看来这一关 捕捉来分辨具体的距离 只能一条又一条路走到尽头 才能够做出对应的判断 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 那个从来不曾开口 说过话的蒙面女使者 身上自然而然地散发出 一道大红色的光芒 如同她红色的长裙一般 神面妖艳 这光芒似乎带给她 一种特殊的旨意 帮助她选择了其中一条 看似很不起眼的通路 徐扬和小花对视了一眼 果断带着白虎少年 快速跟上这神秘少女的脚步 果不其然 这丫头不知道是开了 哪门子的窍 居然真的一次性 便找到了化解 眼前迷宫通路的正确途径 真的就帮助徐扬等人 找到了通往中央政法 核心区域的唯一正确道路 我的天 你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难不成 你以前来过这个地方 白虎少年莫名之间的一句猜测 确实带给了徐扬全心的思考 难道说 这个丫头一言不发 也是有着属于 他自己的难言之隐的 还是说真如这小家伙猜测所言 这女人并不是第一次 来到极北蛮荒的战场 各种各样的猜测 出现在了徐扬的脑海之中 当然 眼下这些各种各样的猜测 并没有实际的意义 此时徐扬最迫不及待 想要做到的 便是取出眼前正法中央的这一部分 传承之力本源 走出了迷宫范围之后 眼前传承本源的精华 已经彻彻底底地出现在了 徐扬等人的面前 值得一提的是 龙族龙王尊所拥有的 这一部分传承之力本源 没有被吞纳进他的体内 还是有原因的 因为这一部分传承之力 更像是统御着 所有石王尊传承之力的 核心力量 轮廓也要比小花体内的 武道力量本源大得多 我的天啊 这龙族的本源 居然比之前小花节体内的 那几道本源都要大得多 这么大的本源之力 即便我们从这正法当中 能够将它取出来 也很难纳入到小花节的体内了 徐扬和小花对视了一眼 两人显然已经有了解决的方案 就如同你想的那般吧 这龙族的本源 由你自己的肉身 亲自吞噬 其他的本源之力 我来帮你承赞 这样的话 不管日后发生怎样的状况 和你我二人之力 都可以完美调动起 所有的兽王之力 传承本源 徐扬轻轻点了点头 便不做更多的犹豫 一步踏空而起 利用自己强大的力量底蕴 生生来到了整个法阵 力量的核心位置 将自己的一只右手手掌 压在中央那一道 力量本源的上空 突然拾起这一枚 龙族特有的兽王之力传承 尴尬的是 就在徐扬对着 阵法核心动手的一刹那 远在两界峰上方的龙族基地 龙王尊本尊也有了感应 而此刻刚好就是 青龙和玄武分身 这哥俩一唱一刻洗脑过程 达到极限的状态 原本这哥俩的忽悠 能力几乎真的将龙王尊给收动了 可是当他感受到两界峰下 方阵法力量有所异动之后 一下子便明白 徐扬团队派这两个家伙 前来的真正目的 呵呵呵 你们好一招声东击西啊 居然敢跟本尊玩这样的把戏 有点意思 龙王尊之前 还是一副和颜悦色的表情 真当这两个人 是来谋求其他解决办法的 可现在的他眼神冰冷到了极点 身上散发出了 无比冰冷的杀戮气息 直接从原来的位置上站起身 喂喂喂 龙老大 你这是什么意思 刚刚不是咱们聊得很好的吗 玄武分身一边打着哆嗦 一边尝试着安抚眼前的龙王尊 然而 他身边的龙族十大强者 早已经一拥而上 将青龙和玄武分身两个人 牢牢围在了中间 你们还不服气是吧 很好 那我便通过阵法力量的沟通 让你们两个看一看 你们团队老大正在做的好事 龙王尊掌心 立刻凝结出 一道璀璨的龙之光球 在这光球当中 很快便演映出了徐扬团队等人 在两接风下方阵法区域内 做的一切事情 第1438章 路线偏差 青龙和玄武分身自知 事情败露 毫不犹豫地施展鬼谷奇门阵法 脚下阵眼光芒 释放出来的一刹那 玄武分身 也露出了自己原本的嘴脸 看来你这个龙王尊海 没有傻到家 居然还知道 留出这么一下后手 不过很遗憾 我要提前通知你们 我老大亲自出手 你们根本没有一点的机会 你们龙族如果 还是这样执迷不悟 继续充当兽皇一族的 傀儡狗腿子的话 那就没有人能够帮助你们 改变命运了 鬼谷奇门阵法的顿空之术 触发起来 原本不需要时间间隔 但是因为玄武分身 刚刚尝试着修炼这一脉的法门 还远远达不到徐扬那样的程度 根本不可能做到瞬间释放 而就在这几秒钟的间隔 缓冲 龙王尊猛地打住出一股 强大的龙元之力 重重轰在了眼前 鬼谷奇门阵法的运转方位之上 迫使这阵法原本的传送定位 出现了偏差 糟糕 阵法定位偏掉了 玄武分身脸色一下子难看到了几点 身边的青龙也是一脸猛逼 偏移了意味着什么呢 玄武分身摊了摊手 这一次传送 具体能够传送到怎样的坐标地点 我自己也没办法掌控 后悔有七了兄弟 这是玄武分身留给青龙的最后一句话 下一秒 两人完全消失在了原地 虽然龙族没能打断这哥俩的传送 将他们强行留下来 但是刚刚的那次 来自龙王尊的突袭 彻底打乱了他们的定位 节奏 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 青龙发现自己在一片幽深的大海中央 而主导这次传送的玄武分身更夸张 他发现自己此刻跌落在了一片幽深的山谷尽头 总而言之 是彻彻底底的 和徐阳团队两接风所在的位置 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惨了惨了 这TMD要何年马月 才能够回到老大他们那里去 这个蠢笨的玄武 下次见面 老子一定要打得他满脸开花 青龙忍不住开口诅咒了玄武分身一番 殊不知对方比他还要猛逼 因为青龙此刻身边只是茫茫的大海 根本无法对他造成杀伤性的威胁 但是玄武分身所在的这山谷周围 居然弥漫着数不清的丛林猛兽 每一个都是实力相当强大的顶级兽族强者 尼玛老大你在哪 快来救我呀 凄厉的吼声在山谷当中一次次地回荡着 遗憾的是 就算徐阳再怎么神通广大 也不可能听到来自他的灵魂呐喊 现在的徐阳还在全神贯注的吞噬这一股强大的龙王尊的专属石王之力传承本源 只是当徐阳这股吞噬的过程刚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龙王尊本体气息就已经出现在了这片山体空间的内部 释放出来阴雅的声浪也极具穿透力 再时时刻刻地对徐阳等人造成灵魂层面的影响和干扰 欢迎你们的到来 人族的朋友们 可是你们第一次来我的地盘 不送什么见面了也就罢了 居然还妄想着偷我们家的东西 这么做 未免有些放肆了 徐阳一面吞噬着这阵法中央的传承之地核心本源 一面回忆冰冷的微笑 放肆又如何 我的实力允许我将整个极北蛮荒掀翻过来 在我的面前 你没有资格使用放肆这两个字来形容我们 毫不客气地说 你现在的表现将会决定我待会儿 对你们整个龙族战士们所有人降临制裁的等级 我知道 我们双方之间根本不可能以一种和解的方式来结束这场纷争 所以你们龙族最好做好负面的准备吧 你刚刚说话的态度让我很不高兴 徐阳说着 居然当着龙王尊的面更疯狂地加紧 吞噬这股力量本源的行动 而龙王尊也并非等闲之辈 毫不犹豫地便在这内部空间虚空之上 对着徐阳强势出手 强大的龙族力量本源 附带着各种属性元素力量的加持 轰向徐阳的本体 同在这一刻 白虎少年肯定是指不上的 他的实力和眼前的龙王尊相去甚远 小花作为其他几股兽皇之力本源的承载肉身 也不方便加入 这种级别强度的对抗当中 也就只剩下那红衣蒙面女使者 是唯一有出手空间的存在 果然这丫头终于还是动了起来 在徐阳的背后 强横出手 凝聚出一股极为通透的淡红色光芒守护之力 龙王尊对眼前这个女人突然出手 凝聚出的力量感到惊讶 因为她从来都没有见到过 这种极为特殊的属性力量的呈现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应该是人族 但是你所施展的力量 却和人族没有什么关系 这样的手段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女子仍旧不发言 她很清楚 自己每一次行动的根本目的 眼下她唯一需要做的 就是为徐阳争取足够的时间 来等待着 她将所有龙族兽皇之力 传承本源吞噬完毕 龙王尊眼看着自己的 询问被对方无视 眼神当中的那一丝怒意 更胜了几分 这一次 她在半空中变化为半人半龙的形态 将自己近身的攻击能力提升到极致 而后化作一道 金色光芒俯冲向眼前的红衣女使者 其料这女人表情和动作一样 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 就这样一脸平静地等待着对方的降临 两人碰撞在一起的 一刹那 少女毫不留情地拍出一掌 狠狠地和眼前半人半龙形态的龙王尊的拳头 轰撞在了一起 非但没有丝毫弱势的体现 反而是与对方打了个 旗鼓相当 分庭抗礼 轰隆一声门响 在整个两界峰下 方帝宫当中传出 呵呵 想不到你这小姑娘 力量如此强悍 然而 这应该已经能够达到你的肉身承载力的极限了 那么接下来我这一拳 你当无论如何 也没有能力 来抗衡的了 这龙王尊很有心机 刚刚那一击 他只用了三成力量 殊不知蒙面女使者 已经打出了自己石城时的肉身力量爆发 那么接下来龙王尊这一拳 他又当如何承载呢 眼看着龙王尊致自信满满地 竟然迸发出了金色的光环 那是属于真龙之力 无可阻挡的毁灭之势 眼看着这一拳轰下来 少女必定重伤 然而 他还是毅然决然地挥出了同样的一拳 只一刹那间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 龙王尊在 和这少女对峙在一起之后 整个人疯狂地倒飞出去 接连撞击在背后数十米开外的山壁上 整个人竟然都凹陷在了那山石绝壁的中间 没有人能想象 这丫头看似不经意间的一拳 挥出了如此恐怖的力道 殊不知同在这一刻 徐扬已然是将自己的一只手掌 搭在了少女的脊背上 你这家伙 还真的是一点都不懂得怜香西域呢 身为龙王尊 居然会对一个小姑娘 下如此重手 不让你吃一点苦头 你是真的不会长畸形呢 龙王尊呲牙咧嘴的表情证明 他的确是刚刚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击 反击打得有些措手不及 强行从山壁的缝隙内 重新回到虚空战场的位置 眼神冰冷到了极点 而他也同时发现 这阵法周围所有的传承之力 本源气息已经完全消失了 说明徐扬最终还是得手了 第1439章 谈判 徐扬并没有发现一个细节 当他利用自己的力量 帮助这红衣少女 打出刚刚那一击的时候 少女轻盈了一声 只是那声音轻到了极点 而此刻正专注于 吞噬寿黄之力的徐扬 也并没有发现这个细节 但还是被下方始终观望着战场 每一个瞬间的小花 给捕捉到了 他和徐扬之间 也曾不止一次做过这样 能量交互的过程 甚至两人在之前 也曾经尝试过进行双修 小花很清楚 徐扬体内的力量 是浑厚而柔和的 不管对方是怎样一种体质 在容纳徐扬本源之力的过程当中 都不会产生任何排异的感觉 但是这红衣少女 刚刚发出的反应 根本不像是他这种 级别的强者应有的反应 也更加深了小花 对这红衣少女身上 不为人之秘密的推测 而此刻龙王尊 已经恢复了原本的战斗状态 强大的龙族血脉 赋予了他同样强悍的身体素质 虽然刚刚那一波徐扬 顺着红衣少女打出的那一击 攻击十分强悍 但想要凭借这一击 就伤到龙王尊的本源 明显也是不现实的 其实说真的 我不是太能理解 你们为何会来到 极北蛮荒的战场 争夺兽皇一族的传承本源 你们身为人族修士 得到这股力量 对于你们来说 没有任何的用处 徐扬轻轻仰起了嘴角 这不是你该知道的内容 你现在最应该思考的 是如何面对 自己即将迎来的结局 以及你龙族其他族人们的将来 又该如何去面对 因为你应该很明白 一旦处怒了 我不光你将走向陨落 你背后那些龙子龙孙们 究竟该如何自处 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其实如果你还算聪明的话 现在就应该果断放弃 兽皇一族的传承之地 因为在你之前 已经有族族五脉 狮王尊守护族群 选择了投降 兽皇之力传承本源 这已经是 极北蛮荒大势所趋的 必然走向 绝不是你们龙族一己之力 就能够改变的 何必还要继续扮演 狗腿的角色赋予顽抗呢 更何况 就算你选择了投降 兽皇一族 真的降临惩戒制裁 也有我们几个人扛在前面 你们龙族也不会手当其冲 同样是一场豪赌 哪一方赢面更大 你难道心里面 就没有一点考量吗 龙王尊露出了一抹阴冷的微笑 究竟拥有着怎样的实力 而他们又为何存在于这个世界 作为食王尊守护者族群当中 唯一亲眼见到过 兽皇一族传承的存在 我们龙族太清楚 兽皇一族 在这极北蛮荒大地上 意味着什么 他们就是规则 就是永远的神 你们人族的至高强者 云龙天帝 也曾经来到过极北蛮荒 终究还是鲨鱼而归 连他都没有办法撼动的 兽皇一族 你觉得 凭你这么区区几个人 就能够有收获吗 徐扬突然灵机一动 开口反问 那你能不能给我讲讲 当初云龙天帝 来到极北蛮荒 他到底经历了怎样的遭遇 包括你们那神秘莫测的 兽皇一族 究竟又是怎样的存在 龙王尊无奈地叹了口气 我的权限有限 只能给你透露一点点 龙族凤族这些血脉 原本都不属于银州大陆 可是正如你们所见 如今的我们 已经有一部分血脉 来到了银州大陆当中 这究竟是 什么原因促进了 今日局面的诞生 这是需要你们自己 去寻找答案的问题 而极北蛮荒 当初创造银州大陆的那个神 为何将这里开辟为 只有兽族群体 生存的空间 这又是为何 所有的这一切谜团 都和你们渴望得知的 圣兽之心 这个秘密 有着莫大的关联 兽皇一族拥有的力量 已经超越了 银州大陆自身 法则能够承载的极限 换句话说 只有超过人皇 云龙天帝 那个级别的人知极致 他居皇位这么多年 已经是名义上 银州大陆的统治者 但他早已经不满足 现如今的地位 他想要掌控 整个银州大陆背后 那一股由神来掌控的力量 所以他才将自己的魔掌 探到了极北蛮荒 你们若真的是因为 云龙天帝的兽意 才到极北蛮荒的大地上 争夺圣兽之心 那么你们这几个人 才是真正的助纣为虐 我能说的就只有这些了 至于你们能听得近几分 那就不是我能决定的事 命运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公平的 该降临的劫难 无论如何也无法挣脱 一切都是冥冥之中的定数 哪怕我今日就要陨落在此 也绝对不可能 背叛我身为 石王尊守护者领袖的身份 更加不会背叛 兽皇一族 真正庇护极北蛮荒的荣耀 龙王尊虽然云里雾里 说了一大堆 但是徐阳 却从他的话语中听得出 这家伙的确是走心了 而他所说的这番话 即便半真半假 也必然有这一部分是属实的 徐阳能够判断得出的是 或许极北蛮荒圣兽之心 包括云龙天帝 建立这趟任务的初衷 这所有的一切 或许都有着真正隐藏在黑暗中 不为人知的部分 但徐阳同样也明白 想要揭开这一切的谜底 最先要做的 也只能是先触碰到圣兽之心 这是解开一切谜团的必要前提 罢了 你虽然不能阻止我们的决定 但就凭你 刚刚说出的这样一番话 我免你龙族战士们 陨落的结局 至于你这个龙王尊 是死是活 到底会收获怎样的结局 还要看你自己的态度 如今属于你的那一部分 兽皇之力 传承本源 已经被我夺取到手 只要你稍微识识误一点 不坐我面前的拦路时 我真的没有必要 一定将你斩杀 龙王尊也在这一刻 露出了微笑 若是我身为 十王尊 守护者 连我自己最强大的力量 都未曾施展 就这样放你们几个人族 入侵者这样安然离去的话 那我实在是没有 颜面面对 兽皇一族 对我的信任和栽培 杀不杀 我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和权利 而我唯一能做的 便是尽我自己 所能阻止你们 龙王尊话音一落 终于在接下来的一瞬间 开启了真正的 全龙本体状态 只有在龙族 露出自己真正的样子的时候 才是他们实力 最巅峰的体现 第1440章 对决 而龙王尊之所以将战场 继续锁定在这两阶峰的 地宫内部 而并没有直接将龙族的基地 开辟为第二战场 就是想要尽可能地 庇护自己的那些族人们 不被这一战的结局波及到 其实龙王尊 自己心里面明镜似的 很清楚 不管自己如何努力 只要徐扬不想让自己赢 自己 就算有十条命 也不够对方打的 但是打不打得过 愿不愿意和徐扬战斗士 另一说 起码现在的大 可以拍着胸脯讲一句 自己没有辜负 受王一族曾经的嘱托和培养 而此刻 因为徐扬已经恢复到了战斗状态 红衣少女 自然而然地 收起了原本的样子 化作一道流光 重新回到了小花的身边 只是小花有意无意地 将目光扫了一眼身边的红衣少女 自然也引起了 对方内心深处本能的回应 刚当不要紧吧 小花满是关切的语调 开口询问一声 红衣少女 虽然仍旧没有开口 但还是轻轻摇了摇头 作为对小花的回应 仰望着虚空之上 一方是真正的龙王尊 另一方 则依旧是那个 扛起了全部荣耀的男人 这两个家伙 针锋相对 场面还是相当的好看的 我还是那句话 不会真的动手伤你 但你一定要拿出 自己最强大的姿态 不要让我失望 徐扬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这一次为了表达自己 对眼前的龙王尊 足够的尊重 徐扬第一次召唤出了 所有九把无极剑道的 护卫神器 所谓的九大神器 实际上 强度根本没有牛王尊 赠送的那柄战斧强度大 这里每一把剑 都是之前剑炉剑宗利 带掌门的专属配剑 其所代表的历史意义 更大于他们自身 所拥有的威力 不过以徐扬如今 无极剑境的实力 即便是给他几把木剑 同样能够化腐朽为神器 彰显出无与伦比的剑势威能 接下来 我将以无极剑境 九剑之威 破你九道龙尊之气 若你能在我这九剑之下 毫发无损 便算你应 若你实力不济 连我九剑之威 都没扛得住 便走向了陨落 那你也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徐扬亲口道出了 自己设置的 这一战巅峰对决的规则 而后便按照自己 预定凝聚出来的九道 不断变强的剑王气息 开始对眼前的龙王尊 进行攻击 第一道剑气 已经是灵力 非凡 霸气十足 打在龙王尊本体之上 仍旧是戳破了 他体外的一道护体真气 一剑的锋芒 戳中这家伙 身前三十米的距离 紧跟着第二剑 其名为辉弘 那也是剑炉剑宗 上一代宗主的专属神器 通体剑芒 爆发出了青绿色的光 破空而起的一刹那 隐隐有着一声 轻软的鸣叫降临 一并融入到 这把剑的锋芒内 刺向了眼前这家伙 身外二十米左右的龙气所在 龙王尊 仍旧是一副 信誓旦旦的表情 以及强硬姿态 硬扛下 这第二道剑芒的威力 徐扬露出了一抹赞许的微笑 看起来 你应得得很轻松吗 那我倒想看一看 这第三剑的威力 能不能让你感受到一丝危机 徐扬说完 缓缓抬起右手一根手指背后 第三道神器 剑芒再一次冲出 这一把剑气罐长红 通体释放着火红的颜色 给人一种霸气外露的感觉 剑芒也是攻击力十足 在虚空之上 连连戳破 数道龙气金光 直接将剑气释放出的威力 压到了眼前 龙王尊身外15米刚七的位置 果然这一剑的威力 似乎比前两剑的力量 叠加到一起还要强 也是第一次让眼前的龙王尊 感受到了一股无声的压力 覆盖在了自己的面前 不愧是龙王尊 十王尊守护者当中 实力最强大的一个 能够连接我三剑毫发无损的 整个极北蛮荒 恐怕也找不出几个 兽足可以做到 龙王尊听到徐扬这么一说 立刻又恢复了满满的信心 嘴角微微上扬 那就继续出手吧 我还真想领略一下 你后面的每一剑 都有着怎样的威力 徐扬好心开口 提醒了这家伙一番 我明白 你迫不及待 想要感受我力量的心情 但我同样也想提醒你一下 我的这九道剑锋 每三道剑锋 代表着一个威力等级 你刚刚扛住这前三道剑气 那么从接下来开始 第四剑往后 便是一个全新层次的力量 你要做好足够的应对准备 稍有不慎的话 便会让自己 陷入万劫不复的境遇当中 徐扬好心提点 这家伙也是想让对方 拿出自己真正的实力 不至于稍稍一步留神 就被自己重创本源 那样的话 对于徐扬来说 这一战也就没有丝毫的乐趣 可言了 他正在享受一点点 征服眼前龙王尊的乐趣 很快第四道剑徐扬的背后 充射而出 这把剑和前三丙剑的轮廓 有着本质的区别 剑身十分的庞大开阔 给人一种十足的压迫力 大开大合的气场十足 这把剑名为天月 据说佩戴他的那一代剑颅领袖 有着百万军中 提上将守级的能力 可是相当的强悍 果然 这霸气无比的剑锋 横空而上 立刻便给眼前的龙王尊 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精神压力 不愧是剑术师当中的顶级强者 这家伙每一剑 都拥有截然不同的气息释放 若非是那种剑道方面造诣 已经登峰造极的存在 绝对不可能在一人之身上 表现出九种各不相同的剑气形式 这家伙的实力 恐怕远远比我 认知到的范围 还要恐怖得多啊 天月神剑一出 眼前浩瀚的龙气 生生是被这一恐怖无比的剑芒 一斩位两断 好在龙王尊早有戒备 不至于被这第四把剑 释放出来的剑气 生生破灭掉所有的护体真气 也算是保住了自己的尊严 但他已经很清楚 接下来第五第六两把剑 自己光凭借守护钢气 是绝对不可能扛得下来的 果不其然 第五剑道还好说 但释放出来的剑气锋芒 已经能够压到龙王尊身前一米的位置 而当第六剑击射出来的一刹那 龙王尊已经无力抵抗 毫不犹豫地 吐出一股金黄色的真龙真元 利用自己最为纯粹的本源之力 硬生生扛下这第六剑可怕的锋芒 真的扛住了前六剑 你果然配得上龙王尊这个称号 遗憾的是 接下来这第七剑 将会是你这辈子 遇到过的最恐怖的力量了 你有信心 还能够继续保持战力的姿态 来迎接他吗